一次爆火 台風拉起之後呢 可以看到現場的招牌是破的破 倒的倒 更可怕的是家裡的陽台 甚至有可能會變成大型的水煮箱 一個台風讓整個陽台水淹到小腿度 還有更誇張的一個晚上變成泳池 但室內就是滴水不漏 讓網友直呼窗戶好強 這個重要的厚度的寬度 也會影響到我們窗戶的強度 尤其在我們抗台這個部分 會有顯著的影響 當然我們這個把手的大小 也影響到它能夠上去夾緊的力量 一關窗馬上聽不見雜音 裝潢達人透露最強氣密窗 除了隔絕聲音真的也能防水 關鍵就在不但有雙層膠條 同時增加玻璃厚度 螺絲鎖洞也塞上膠片 才能完全隔離雨水風生 即使一組窗要價十萬 比一般窗戶貴上兩倍 還是有不少民眾搶著換 當然颱風之後陸陸續續都接到 許多民眾的電話來說 他家裡有窗戶會漏水 隔音不良 那在這方面確實在颱風之後 對我們這些更換鋁窗的部分 會有一些業績明顯的增加的部分 那業主希望就是說 把這個窗戶換成現在的隔音氣密窗 你要換窗戶是不是 你地址在哪裡 電話一通接一通 老闆說光是換窗 這個月業績就成長三成 雖然颱風帶來災情 卻讓廣告招牌 氣密窗等業者生意忙翻天 在新新聞我們歡迎陳一傑台北報導 preparedness 的 Amen 的